水是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,而喝水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,但大家也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,喝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,尤其是现在随着人们生活物质的提高。 人们也开始注重养生,而喝水也包括在内,就像早上和睡前要不要喝水,成了人们热衷的话题,我们先来看一下早上要不要喝水,很多人对早上一杯水非常的有讲究,有的人说喝盐水好,有的人说喝奶好,还有的人说白开水好,到底是哪种做法是对的呢? 人的机体在经过了一晚上的新陈代谢,会通过皮肤呼吸等方式散发出不少的水分,这时候建议大家尽量不去喝一些带盐的水,或者是过甜的水,这样在无形中也会给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带来一定的负担。 而白开水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健康饮品,且物每价廉,喝一杯差不多200毫升左右的水就可以了,能够更好地帮助肾脏减轻压力。 一,即帮助肝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解毒,另外,对于降低血液粘稠也有帮助,进而预防关心病,对身体健康十分有利。 再看一下睡前要不要喝水,生活中,有的人喜欢在睡前喝杯水,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, 但要注意的是要小口小口地喝,多次的饮,这样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。 相反,如果你在睡前喝了大量的水,反而会出现咽尿,进而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 还有要注意的是,睡前不要喝咖啡以及酒类,这些饮品在睡前使用,特别是酒类,大量的酒精进入到机体,会导致脸部的肌肉出现松弛的现象。 对于本身就患有睡眠障碍的人群,还会加重病情,甚至使诱发呼吸道的疾病。 所以,如果你有睡前喝水的习惯,最好选择喝白菜水最好,每天喝多少水最好。 虽然是维持生理功能以及生命的物质,那每天喝多少水才是最好的呢? 一般的情况下,要想维持好生理功能需要3000到4000毫升左右的水。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肯定就惊呆了,别担心,我们的机体自身也会产生一部分水,再加上我们还可以通过食物当中摄取垂分。 所以,最后我们我们食用1700毫升以上的水就可以了。 对于特殊的重体力行业,以及患有肾结石,汤尿命等疾病人群,每天更要多喝一些水才是健康的。 各位朋友,你喜欢喝水吗?平时都会喝些什么水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室。